从荣获2018年IDA荣誉奖与中国年度地产设计大奖 并以著名的海上广场和汉海情语高端住宅 荣登国际级建筑殿堂的Archimorphic 住户设计总裁图洛亚宣布 将出席2023东森美洲地产博览会 目标要将更多独特的新世代美学 融入且丰富美国各地多元族裔的建筑市场 我们的一个网红项目情语 其实是得到了在欧洲非常著名的德国设计奖 然后还有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 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的一个提名奖 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个这个绿色创新生态奖 我们还有像海上项目是一个综合体的项目 也得到了World Festival 就是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的提名 然后还有得到就是在国内国外 意大利的美国的亚典娜的设计奖 包括美国的AIA的American Architecture Institute的奖项 所以都是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设计的项目落成建成度比较高 所以还是得到行内的相应的认可 说起珠湖设计的独特之处 不只具备高度的建筑设计专业 有能力挑战多种建筑美学极限 且能帮助各族裔顾客设计于打造出一系列 前卫且含义深远的指标性建筑 我们最近在Pasadena有做了一个高端的独立屋的设计 当初这个设计其实是不太受到 在没有我们介入之前 本来这个设计是受到很多的阻挠和反对的 虽然原来的设计它满足了城市规划 然后Zoning 然后建筑规范所有的要求 也得到了City的批准 但是由于邻居的反对 我们不得已又重新 就是我们加入了设计 将原来的设计就是不得已的 再把它原来的设计推翻 重新再做 通过我们一些巧妙的设计理念和手法 我们解决了邻居对这个项目 反对这个项目的很初衷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去掉了它原来的地下室 同时把房屋里原来二层的空间变成了没有二层 但是同时没有二层的情况下 我们又能够满足原来客户 它对原来二层的主卧区的舒适性 然后它的私密性的需求 所以到最后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此外凭借着在亚洲建筑界首屈一指的好口碑 住户设计布置曾因希尔斯住宅项目 荣获CACP建设卓越奖 且能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与现代住商混合的优点兼容并蓄地融入美国市场 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业甚至地铁公共交通 都混合在一起的这种综合类型的项目 我们在亚洲在中国是做了很多这样的项目的设计研究 以及有落成的成功案例 所以近年来我在包括我们在San Gabriel Valley 几个城市Arcadia尤其是San Gabriel City of San Gabriel 都有看到这种新型项目的慢慢的出现 包括我自己在San Gabriel 也是在做Design Reveal Board Commissioner 我自己在Reveal还有Approve这些项目的时候 也是非常欣喜地发现 越来越多的Mixed Use在我们的城市里头 强调一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需要具备顶尖的设计 卓越的沟通能力 以及对工作的热忱 Archimorphic住户设计这次专程选择东森美洲台 投入11月18日上午9点到下午6点 在圣盖博士喜来登酒店举办的 2023东森美洲地产博览会 就是希望为更多美国观众带来最顶尖的建筑设计美学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Archimorphic住户设计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